近日,美美泰勒斯维夫特的个人纪录片正式上线了,该片时长1小时25分钟,上线后迅速上升至90%,而观众的评分更是高达了97%。 在提及近些年饱受大众讨论的身材的变化时,泰勒也坦诚表示,曾经自己认为为了保持完美身材而在表演过程中晕倒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他现在也改观了,他说道,这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因为我越来越爱真实的自己了,我不建议别人说我变胖了,变胖总比看起来冰烟烟要好。 在面对频繁更换男友,以及与坎爷的矛盾等一系列的舆论风波时,泰勒回应道,当人们认定我是一个缺德、邪恶、狡诈的人的时候,我真的无法重振其鼓。 他还在谈话中隐晦地提及了自己的男友,表示自己还爱上了一个人,粉丝们也一定希望他可以做真实的自己,希望美美可以开心吧。 美国娱乐整理报道。